你好,我是昆仑流石,又到了咱们每天坐在一块儿讲故事的时候了 今天咱们继续聊啊,这藏传佛教的派系,哎,仍然得讲这个撒迦派 前文书,咱没讲完不是?这撒迦派啊,经过四代的建设出了一位高人 就是撒迦班智达啊,其实啊,这撒迦班智达的全名啊 他远远不止这几个字,他名字可长了 那撒迦班智达呢,那无非啊,就是像咱们称呼这个张长长 李长长、王教授、刘主任 这班智达呢,是他的职称,哎,这撒迦呢,是说明了他出自哪个教派 当然了,这后来这撒迦呀,也有这个撒迦地区的意思 那要这么论起来呀,那要比喻他成说是张教授的意思啊 那可能差点了,哎,应该说的是历史系的张教授 可类咱闹归闹,咱们说说这大师的全称叫什么 这大师的全称啊,叫做撒迦班智达,供噶奸赞叶桑波 那前边两个称呼啊,那咱都说了,这个供噶奸赞呢 就是他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叶桑波是什么呀 叶桑波呀,可是一个真正的荣誉称号了 这个称号啊,得是别人给,像中国古代那些先贤的称号一样 这叶桑波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吉祥贤者的意思 那您听这名字,他长吗,长,可是呢 他有个简称,很短,叫撒班 改变整个藏区以及这个藏族命运的人呢 实际上就是这位四祖撒班 这蒙古王子阔端和这个四祖撒班呢 梁州会盟,这才奠定了这个蒙古政权 与这个藏传佛教一百多年掰不开的关系 实际上您得这么想,一直到后来的明清依然是这样 不但是明清,就算是前朝和本朝,一直到今天政权处理好和藏传佛教的关系 那直接就影响着西藏的安定和稳定 这宪政的话咱们不多说,咱就说到这儿为止 说多了呀,又不过神 那么说啊,这个萨迦派和这个蒙元的关系维持的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关键就是啊,这个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这有缘一代,这大汗呢,包括后来的皇帝都跟走马灯似的 这人一横起来,魂不愣,都是不二至今 你能当皇上,我也能当皇上 没过多长时间呢,这萨班班之达也死了 这高僧元祭以后啊,留下了两个东西不好处理 什么呢,一个是世俗的权利 还有一个呀,是宗教的权利 那么说,他身后有没有继承人呢 有啊,您别忘了,他当年呢,送过两个人质到梁州 哎,其实啊,就是质子啊 一个就是十岁的巴斯巴,还有六岁的恰纳多吉 这两个都是他侄子,谁都可以作为他的接班人 哎,这个政教两不耽误,一人挑起来没问题 可是呢,这个家族啊,包括这哥俩都有商量 这巴斯巴呀,就继承了大师的一波 出家为僧了,这就是萨迦五祖圣者巴斯巴 那那个小弟弟恰纳多吉呢 这恰纳多吉啊,继承了这个萨迦班智达的世俗权利 就一直跟随着蒙远的权利中心 从此啊,他穿蒙袍,说蒙话 不但如此啊,还娶了这个扩端的女儿为妻 他一下子啊,就成了这个蒙远帝国的驸马了 哎,咱们既然讲的是这藏传佛教 所以这驸马的咱们这书里就不值钱了 咱大家先放在一边 咱单说这巴斯巴 那么这巴斯巴是什么意思 这巴斯巴本身呢,就是圣者神童的意思 他原名啊,就罗追兼赞的 他身上的大成就啊 就是和忽必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我们也知道,这忽必烈以前的啊 那都可以称为大汗 到忽必烈这儿才是大皇帝 原帝国的大皇帝 那这会儿的忽必烈不是皇帝 是大汗蒙哥手下的一位大将 那我们也知道这会儿啊 中国这个西北部能灭的族都差不多了 什么这个党相啊,吕真啊,契丹呢 都已经该臣服的臣服,该灭族的灭族了 那这会儿的蒙古大军呢 要做的就是要灭南宋,过长江 可是说难就难在这儿 蒙古人他过不了长江 他不惜这个江战水战 那这蒙古人不死心呢 推而求其次了 咱想个别的招,咱们绕去 从哪绕啊,从这个上游绕 这期间不是才有了咱们前两个人书 一直摸到的这个蒙元政权 和这个藏传佛教之间的友好关系吗 那最后啊,这蒙元铁蹄,四川也进了 烧带手呢,这大立国也灭了 那这会儿呢,和这个撒迦派关系好的扩端 和这个撒迦班智达,双双呢,都离世了 一位啊,叫宾天,另一位呢,叫袁济 总之啊,这二位双双呢,都是妞气了 那这会儿负责望南推进的真正的蒙古指挥官呢 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大韩蒙哥 还有一个就是忽必烈 大韩蒙哥,他可不喜欢啊 这个扩端呢,选择这个教派 什么这个萨迦派呀 他喜欢什么派呀 他喜欢呢,嘎举派 他送了这个嘎玛嘎举派这个大头目 嘎玛巴西,一顶黑色的帽子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啊 谁也不敢说,当时这个蒙哥 就封了这嘎玛巴西为黑帽法王 因为黑帽法王这个称号啊 就是大宝法王啊 是这个后来明朝的君主封的 那既然给了一顶黑帽子呢 那就证明啊,当时这大韩蒙哥 那是信任这个嘎玛嘎举的 有人说呀,这个大韩蒙哥信任嘎玛嘎举 并且赐黑帽这件事情啊 不可考 很可能啊,是传闻是假的 可是我认为真的可能性面大 就冲后来啊 这个元世祖忽必烈登上皇位以后 这顿挤的这嘎玛巴西啊 我们也能想得到啊 当年那肯定是大韩蒙哥的人 那这忽必烈肯定是这么想的 这正敌的朋友 那自然就是我的敌人 其实咱老听说啊 那不陌生这件事 咱们讲这个活佛转世的第一集 咱不就是聊的这位嘎玛巴西吗 这嘎玛巴西啊,就是藏传佛教当中第一位的活佛转世 得了,他这故事啊 咱们讲嘎举派的时候还得聊 咱们接着讲这个大韩和巴斯巴 那这会儿的这个忽必烈他还不是大韩呢 哎,他还是普通的王子 他负责呀,带兵往南达 他为了了解前方的情况就把巴斯巴呀 叫到了自己身边 他想从巴斯巴嘴里了解这个康葬啊 以及这个大理方向的一些情况 那么说这个巴斯巴和这个大韩霍贝列 这两个人的年龄差距有多大呢 不少整二十岁 这个大韩呢 是一二一五年出生 哎,这巴斯巴呢 是一二三五年出生 可是啊,这巴斯巴呀 就凭借自己强大的个人魅力 以及高深的佛法就征服了大韩忽必烈 有人说啊,这二位呀 都是面上的事儿 互相利用啊 全是政治表象 但是我不信 这公元一二五二年 那会儿的忽必烈还不是大韩 在进宫南宋的路上 这忽必烈就突然决定 要接受巴斯巴的密宗灌顶 这事儿可奇了怪了 因为这会儿的巴斯巴呀 不但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那您算吧 一二三五年 这会儿的巴斯巴刚十七 并且这会儿巴斯巴都不是和尚 说这和尚一词用在这儿啊 不太贴切 也就是说一会儿巴斯巴还没受戒呢 他就能主持这个蒙古帝国宗王的灌顶仪式 那您可想而知 当时的这个宗王忽必烈 对这位巴斯巴呀 信任以及啊 崇拜到何等的地步了 那这说明什么呢 首先灌顶仪式结束以后 你这个忽必烈宗王 你皈依了 其次啊 这巴斯巴可就是你的上师了 那咱们后来的事都知道了 大韩蒙哥一死 忽必烈呀 自前线回师 同那个统母的弟弟阿里布哥 争夺韩外 结果赢了 继位于开平城建元中统 治元四年 那年应该是1267年 下诏千都大都 这大元才把首都建在了现在的北京城 那在这期间呢 这一二五五年的时候 巴斯巴才回到西藏 受了比丘戒 也就是这会儿他才是一名僧人 可是呢 在这之前呢 他可就是忽必烈的上师了 1260年的时候 这忽必烈那会儿可就成了大韩了 立刻就封这个巴斯巴为国师 到了大都之后 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啊 这大元朝廷啊 又建立了一个叫总治愿的部门 是脱离于六部的 那管什么呢 首先呢 是管天下试教 就是所有的佛教都归这个部门管 不光是这个西藏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管理这个西藏的政务啊 这想都不用想啊 这忽必烈建立这个机构 就是给巴斯巴国师一人建的 所以呢 这胜着巴斯巴国师就领总治愿 那么这地儿在哪呢 我一说呀 这个来过北京旅游的人呢 就都能知道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来北京九成九的人呢 都去过北京冬园 这地儿就在北京冬园后身 也别说不是正后身 后身偏西一点 您出了北京冬园后门啊 您跨过长河呀 对面就是吴塔斯 从吴塔斯再奔西 第一个建筑啊 就是首都体育馆 再往西一点啊 那就是国家图书馆 这大元朝的中央总治愿呢 就在这国家图书馆这个位置 这地儿我熟啊 我总是从这国图门口啊 坐地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常去吴塔斯 现在吴塔斯啊 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我常去这博物馆 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啊 这石刻艺术非常的精美 别看呢 这博物馆不大 里边的文物密度极高 并且呢 您呢 和这些耳熟能乡的古人 都能擦肩而过 什么富衡啊 敖拜啊 和珅啊 纳兰姓德啊 相关的文物 那儿都有 既然能都聊到这儿了呢 那咱们这个今天小片的背景 咱就用无他似的 您也稍微瞅瞅瞅瞅 那儿的石刻艺术啊 确实是非常的精美 那聊多了啊 咱们接着拉回来聊八四八 这八四八啊 寿数不长 可是呢 在他短短的人生当中啊 他干了不少的大事 您想他出名太早了 十七岁就给这个大韩忽必烈 当然那会还不是大韩的啊 这给这个宗王忽必烈就灌顶了 十七岁也就成了王爷的上师了 那他后来还干过什么大事呢 他首先呢 就把这个西藏分了十三万户 这个名词啊 你还真不能按字面那么理解 不是十三万户 是十三个万户 这就能充分的体现出啊 这个八四八的聪明才智 怎么呢 这西藏划分地区啊 跟汉帝可不能一样的划分 这汉帝啊 你只要划出来 哪个地区都有人 所以这汉帝呢 习惯用地盘说事 这张小个子一缕胡子说呀 这个东三省这嘎的都是我的 那西藏不行 西藏拿这个地域划分呢 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您这嘎的都是你的 这嘎的一个人都没有 他的行政区只能按人划分 所以他分十三个一万户 这各个势力 以及各个教派 封管这十三个万户 也就是说那会儿的西藏啊 看谁厉害呀 谁人头多 谁厉害 并不是谁地盘大 谁厉害 对了 枪塘无人区给你了 那一个人没有 除了狼之外啊 就是这个藏牟牛和藏野驴 你说那儿啊 这空气稀薄 人烟罕至 你说你要那地盘干嘛 那么说这十三个万户怎么分呢 前藏呢 有六个万户 后藏有六个万户 中间呢 有一个万户 就是这个杨卓拥挫的地方啊 他独立了一个万户 这万户长呢 由这个萨迦人呢 去推荐 然后呢 这个皇人认命 哎 您就想想这个萨迦派的这个权力有多大 那您想想大元朝的皇帝是忽必烈 这萨迦一族就是藏地的二皇上 那您想啊 这皇上还有忌惮呢 老百姓造反怎么办呢 你干不好 这帮萨迦士族没说 他们不但有世俗的权力 他们还有宗教啊 利用宗教还能控制你的思想 那这萨迦派的权力当年啊 在这个藏区 那偷了天了 那个 那接下来啊 还得打通啊 从这个内地到西藏的道路 哎 这个八四八主持 从北京呢 开了一条路到拉萨 六十里地一个驿站 这么一来啊 去西藏啊 那最起码有盼头了 路好不好走的 搁一边 六十里地以外 他有个接应 所以说那这路走起来 他就有盼了 这1269年 这大元的智元六年的时候 八四八呀 还创建了蒙古新字 这个问题啊 说起来就挺复杂了 怎么说呢 那您觉着苍结造字 这句话咱们都知道 那您就认为 这个苍结一个人 就创造了中国文字吗 那肯定不是 所以说这八四八一个人啊 也创造不了这蒙古文字 并且呢 什么叫蒙古新字啊 那有新呢 就得有旧 那蒙古旧字是谁创建的 哎 我跟您说 这蒙古旧字 也不是蒙古这帮梅文化人创建的 我再说一遍啊 我说的这帮蒙古梅文化的人 是指当时这帮蒙元的人 不是指现在的蒙古同胞 谁也别在背后巴士王 那现在的蒙古学者 管我知道的就很多 如天上的繁星一般 那我这个话说的不算拍马屁吧 那么是谁创造的蒙古旧字呢 哎 实际上就是四祖 萨迦班智达 当年那个四祖 萨迦班智达呢 就发现 这蒙古啊 没文字 所以说呢 他给这个宗王阔端写字啊 就得用这个维吾尔文字 后来他跟宗王阔端建立好联系之后呢 他就创造了蒙古旧字 这蒙古新字啊 也就被称为八四八文 您现在随便找一个元代的铜钱 上边啊 就有一面是八四八文 不过您随便也找不着 这东西现在贵着呢 我呀给您这个找两个图 您看看得了 早年啊 在这个古玩市场啊 买得过一枚八四八文的小铜印 现在也不知道扔哪去了 这个印文的也没人能辨识 不过呢 从这个有名代元之后啊 这八四八文就不用了 现在咱们内蒙啊 蒙古教学采运的都是蒙古旧字 正当着八四八呀 还要大展拳脚的时候 天度英才 尿袭了 死了 元祭了 元世宗忽必烈呀 差点没哭死啊 首先呢 确实得难过 这八四八死得太早了 四十几岁就死了 其次呢 这二人的感情可能是真深厚 有人说全是表面文章 哎 为什么我不信呢 您就看呢 这八四八去世以后 这忽必烈给他的嗜好啊 您就能明白了 这嗜好啊 有十二个词 三十八个字 这后世有人说呀 这慈禧皇太后啊 这个号面子 给自己的嗜好啊 就长 哎 多长呢 哎 其实才二十五个字 所以您看呢 这八四八这嗜好 那是真长 他嗜好怎么念呢 哎 我这就给他念一遍 多念第二遍呢 就保不齐一口气上不来 皇天之下 一人之上 开教宣文 辅治大圣 智德普爵 真治又无 如意 大宝法王 西天佛子 大圆帝师 怎么着 您这还不能证明 这忽必烈对这位上师 有多尊敬吗 大宝法王 西天佛子 大圆帝师 这还都不算 皇天之下 一人之上 您算计吧 这天下第一人是谁呀 王朝时期 天下第一人 自然是皇上 哎 这皇上之上的人 就是这位帝师 哎 这了不得了 读了这个八四八的 这个嗜好之后啊 别的嗜好 就显不出门来了 那有人说 你喜欢八四八吗 我不喜欢八四八 就像我不喜欢忽必烈一样 这人分三六九等啊 就是蒙元时期 忽必烈他们提出来的 少数民族统治华夏的时候多了 像蒙元一样 对华夏人如此不好 没有 只有蒙元一朝 他们就喜欢和尚 喜欢色目商人 能给他们挣钱 他最看不起的 就是咱们汉族的读书人 所以说我跟谁都说 我最不喜欢的朝代 就是蒙元时期 现在我的观点还温和多了 我曾经一度认为 蒙元时期 我们华夏就是被人侵略了 那反思到八四八身上啊 他作为国师 他有义务把这个皇帝 往好道上引 看样子 他只注重做自己的学问 哎 忙自己的事了 作为国师 他并没把这皇上的心态引导好 所以我不喜欢他们 得嘞 咱们萨家派的故事就讲到这 明天咱们继续往下一个宗派聊 好 好